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呀 我是灵白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起散经石窟路头解说视频 散经石窟这个地图 以我手上的屠夫来说路头是最好打的 棒棒也可以 但是路头会更好打 这个人类的出生点在这张地图我是不太熟的 但是第一层出生的话 在第二第三远的电击大概率是会有人的 好 这边遇到一个祭司要放窗出去 这里看了一眼他是往后面走的 那我就绕过去 这里他已经到板区了 这个地方对路头来说还是比较容易抓的 但是是个祭司 他这里开了一个洞 那我只能跟着船过去 如果他这个洞开在这个板子上直接砸我一个脸 那这里就甭了 当然他这里上电梯 这里直接一勾恐惧震射 再给一刀瞬间秒打 可以 这局遇到同行冠里 而且有两个是一样名字的 只是大小写的分别而已 很可能是四黑 这种局也是挺难讲的 好 这里把人挂到角落去 然后到这个房子外面 这里视野非常宽阔 可以看到人从哪里来 从哪里就 好 这边出现耳鸣就要排查一下 后面有没有脚印 有没有人 再看一下 没有人 这里回头 看一下 没有人 再回头 看见用兵 这里我觉得他会翻窗 结果他直接弹走 这里出了一刀 他这边他从后面绕过去了 那从这里翻窗过去 手撕 这里他已经过半了 基斯 这里插个眼 捡个树 这里甩着钩子 看一下能不能平一个阵色 但是我真的没想到 这傭兵居然敢直接救 这里勾了一下傭兵 直接去追基斯了 因为如果打傭兵的话 很可能直接搏命接大洞 那我就难打了 这里追一下 打一刀 没有打中 翻窗加速跑了 没有翻窗加速的话 就是一个隔窗刀了 好 钩子好了 推步勾一下 他这里回来下板 没有勾中 打一刀可以 这里倒地看到傭兵在后面 这里把板子给踩掉 然后去追一下傭兵 看一下有没有机会把他给打倒 但是不能久 这里他翻窗过去 我就绕过去 这里看一下能不能有没有机会 稍微追一下就好了 这里傭兵用了个护腕 那我就回去把人给挂了 如果再深追的话 这个基斯很可能就自摸起来 那我就甭了 那这里把人给挂死 这个傭兵刚刚是从后面那里走的 那我就往这个方向去找 找看有没有人 那边也有一台电机 很可能就会有人 然后这里看一下 诶 看到傭兵了 也看到脚印 那边看到有一个调香师 这个傭兵给机会了 他直接弹走还好说 但是他这里下板直接一勾一刀 打出一个双倒的效果 但是比较慢 好 这边钩子已经刷新了 直接去打这个调香师 但是这个电机给开了 有点亏 但是 也是 也是但是 这个调香师没有放出香水 那就好说了 这里傭兵不用管他 直接在驱逐一调香师 电机剩下一台 好 这边钩子好了 直接一勾 他这里翻不翻也是一样死 好 这里先把调香师给挂上 然后傭兵是在这个方向跑的 那应该会倒在这个方向 然后看一下电机 下面电机盯了一下 好像并没有在动 再看一下那一台电机也没有在动 这里插个眼 这里就等人来 有没有人过来 好 这边傭兵自摸起来了 好 这边往这个方向走一下 看一下有没有脚印 并没有回头看到调香师 这里不急着去打他 因为这个调香师快要过半了 拉开距离 勾一下 不打 让他过半 然后再打 这个傭兵过来了 直接打一刀 调香师被救下来 然后直接去追调香师 直接把这人挂飞 再去找下一个人 这个傭兵就不管了 来打一刀 倒地没有拨命 让调香师就 调香师也没有拨命 结局是一样的 好 这里把调香师给挂上 然后再往调香师去的方向 应该是在这台电机了 直接跳下去 找他 这个地方 对路头来说是非常难受的 很难抓着人在这里 这里疯狂往下跳 往上走 往下跳 这我狗子没有什么用的 很难用 我跳下去 他已经跑到往上走的轨道上 我是不能直接勾到他的 但是如果距离拉近了 他也能在这两个板子这里绕 这边没有办法再追一下 剩他最后一个人了 傭兵也已经倒了 这里刷一个钩子 勾一下没有勾中 躲了一下 这意思还是可以的 然后这边踩一个板子 他这里直接跳下去了 我也跳下去 这里怎么说他应该 可以 是可以往 轨道走的 但是他这里选择绕板子 那这里 勾子刚刚好了 这里绕一下 看一下有没有机会 勾一下 来这边甩一个勾 勾中障碍物 但是这个地方 我可以来一个过板勾 勾中了 那么这直接一刀打倒 勾兵是夹了自摸的 那就是死杀了 那么这期视频就这样 拜拜